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看一下农历四月 七大行业超赚钱 哪些行业你做对行业的吗 哇 很多人说我失业没头路 对 我们隔壁附近左右邻居 我的公司左右邻居好多店面关店了 今天一早我上班 又看到有一家店面关店 哪一种行业关门呢 卖衣服的 最近有一个小家具用店 那个小家具店 就是那种饰品业 就是比如说家饰业 就是什么家饰业呢 比如说家里百饰业 卖一些什么家里的百饰 那种店面关了 前两个月已经关掉 那现在我们公司旁边的 那个卖衣服的也关了 另外左边有一家店面也关掉了 都是比较好像 不需要的那种用品业都关掉了 那现在呢这一类的用品业呢 基本上就是不是必须用品的 都在关门了 那我相信接下来这样疫情狂烧之下呢 每天都一万多人 那农历四月就是国历的五月就到来了 今天是四月的三十号咯 好那四月三十号呢 你想想看呢接着下来就五月一号了 今天二九三十呢接下来就是五月一号 那接下来有几大行业会很好呢 当然在股市房市上面呢 当然就不会是太好的 起起伏伏的好一天都坏两三天 所以也希望大家特别谨慎跟小心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惊讶 很惊讶的说 这种行业会很好 那就是很奇怪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外送员 大家没有办法想象外送员的行业 居然超夯 一个月可以赚十几万 有些你知道吗 一两年下来居然可以买楼位 真的 有人做外送员他们一天外送单接到真的手软 然后日以继夜的做居然两年可以买楼 你想想看外送员真的是吓死了 那外送单多到爆 为什么大家不敢出门 然后也懒得出门 结果外送员的行业超夯 那你想想看 他们现在还有你知道医院也好 还有那种就是包括生小孩的 还有就是老年人很多 包括学校 还有公司行号 一大堆你知道吗 像我们公司也是常常都是 打电话人家就送来了 多少单他就帮你外送来 所以你想想看 这种外送单很多 外送单很多外送员的生意超好 那还有我们公司呢 是不是也很多的订单对不对 网路的购物订单很多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外送员来接单对不对 那一箱一箱的货物就出门了 你知道那种吓死人的订单 吓到你真的不晓得说 外送员说每天累的跟狗一样 但是他们你知道生意好到爆 好所以外送员居然是最超夯到不行 所以你知道运输业就会非常好 外送员运输业是超好的 好所以运输业好不好呢 比如说像是货运航空还有海运业 当然就是跟外送员都有关系 这运输业是超夯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电玩游戏业 电玩游戏业也是非常好 因为在家真的太无聊了 你知道电玩游戏不管你是玩什么game 或者玩什么你知道连我都会去 无聊死的来玩一下 真的在家里面以前不是现在 我现在是会看书 电玩游戏业我问一些年轻人 你们玩不玩就玩 他们都是都在玩 电玩游戏真的超夯的 太无聊了 不看电视的年轻人几乎都在玩电玩游戏 所以电玩游戏业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个收益非常高 然后呢作为电玩游戏业的行业呢 也都是高收益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看到全球的电玩游戏业都是什么 都是大投资业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民生防疫相关 口罩消毒业清洁用品业 吓死了呢 每天都是怎么样 都在买这些 这几年下来你知道 这些公司工厂 真的赚翻了 口罩 你看这个口罩一天要用多少片 这一片口罩呢 就像N95口罩一样 这一片要卖100块钱 你想想看 它是医疗级的口罩 那还有一片要5块10块钱 那个就是立即性可以丢掉的口罩 你想想看 那要赚多少钱呢 好还有消毒 洗手液啦 消毒用品啦 肥皂啦 还有其他的 反正就是跟这些呢 病毒有关的清洁用品的 吓死了呢 这些真是可怕 卫生纸啦 这些也都是非常多 还有清洁剂啦 反正呢消毒剂啦 清洁剂这些都是 跟防疫用品有关的 相关业别的东西 都是超赚钱的 好 接下来中药调理业 中药调理包括 我自己每天都在喝 像我那天呢就在FB教大家 要买人参须啦 人参须不是人参片 人参片贵啦 人参须比较便宜啦 人参片一桶好几万啦 上万啦 那我买人参须就两三千啦 一两千啦 那就是像什么枸杞啦之类的 你看就把它做成水来喝 把它煮成水来喝 所以呢防疫的物资啊 包括这些东西都是调理 让我们身体健康的 那还有运动 运动器材其实也不错啦 但是呢不能去运动嘛 就是运动器材也会很好 对不对 中药调理啦运动类的 都是在家里面 可以运动的 还有可以让老年人 躺在家里面 非自主性的运动的东西都蛮好的 就是像是躺着啦 躺着它就可以帮你调理的 这都是蛮不错的 好筛检剂 最近筛检剂是 你根本排队都买不到 好因为呢 我们从三加四开始 这几天26号开始的三加四 就是筛检剂超夯 本来一个筛检剂呢 350块 现在是100 政府说他买了1亿剂回来 那1亿剂回来就1亿要100块钱 那一个人呢 一个扣打是可以买5亿 5亿就是500 就是你用你的健保卡可以去买5亿 只要一张健保卡可以买5亿 但是要排队 所以我那天就讲说 是不是我做节目就讲说 是不是呢可以用 比如说一栋楼 就是用楼管的方式呢 就是每一个楼层呢 就发一张号码牌 给大家可以拿那张号码牌去买 这样就方便多了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呢 看这筛检剂 网路购物 刚才讲过 网路购物带动了什么 网路购物带动了那个 送货小哥 对送货小姐 对不对 现在连小姐都加入这个行业了 为什么 骑着摩托车就可以到处去送货 那结果呢 一个月赚很多钱 但是也冒着生命的危险 我讲去一声的很可怕 骑摩托车真的还蛮可怕 请大家还是要小心 网路购物真的超夯 但是网路购物里面呢 当然有分行业别 食品业最好 吃的东西最好 还有防疫的东西最好 衣服鞋子就很差了 什么皮包皮鞋这些就差多了 那就是跟饮食有关的 生活有关的 这些比较好一点 那食跟食品类 食品业就是一定是最好的 好 接下来 食品业 那食品业就没话讲 非得吃不可 非得用不可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食品业是排在第七个 就是泡面这一类 反正就是跟吃有关的行业 就是最好 所以这七大行业不是八大行业 娱乐业现在已经排在最后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没有钱消费了 大家都知道其实包括泡面涨价 卫生纸也涨价 什么都在涨价通膨 通膨以后就变成通缩 所以通缩以后 第八大以后排下去的行业 包括衣服鞋子这一类包包 就会变成了比较少人去购买了 非必需品的这些用品 就会比较少人购买了 所以给大家做参考 当然还有漏网之余的行业 但是我觉得这七大行业 真是超夯的 给大家带来 比较生活上必需的东西 至于你们有想到的行业 或者你觉得还有更好的行业 当然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希望大家做对行业 也希望大家能够赚大钱 当然金元片当然是最好的 我所讲的行业科技业 现在手机我讲句真的 二手车的行业比新车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二手车它有金元片在里面 新车现在没有金元片 现在新车行业很惨 因为没有金元片的关系断链了 所以新车现在很多没有办法生财 那二手车它有金元片 所以二手车超夯 那另外的话 像是很多的二手市场反而都非常好 为什么大家想说 我反正可以用就好了 比如说像电风扇 对不对 可能比那个冷气机更好 对不对 因为冷气机贵 那电费可能万一涨的话 那干脆就开电风扇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有很多小家电用品 就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小家电用品的话 电风扇像我就多买了三四电风扇 对不对 用电风扇就省电嘛 那就是省钱大作战嘛 所以我觉得像小家电的话 像电风扇就会比 比那个冷气机更好一点 这个是七大行业 业外的行业 这样大家知道了吗 因为大家为了要省钱 像这种情况的话 那水手关灯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水手关灯也可以让我们省钱 好 那也比较不会跳电 好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除了省钱以外 当然要努力开源最重要 不是光是省钱 开源还是最重要的 开源当然也是 能够让我们赚大钱的一个好方法 谢谢大家 拜拜 不要忘记加入我的会员专区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李海洋 谢谢大家对韩老师30年台的支持 我在YouTube频道里面呢 开辟了一个会员专区 你们呢 要赶快加入哦 有很多 对自己有帮助的 对自己呢 未来人生有坎途大道的 这些资讯呢 都会给大家 当然包括命理教学哦 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来就是请大家赶快加入 赶快加入 加入以后 你的人生就会有光明大道 财富满满 人际关系和谐 家庭也很幸福 健康更好咯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的会员频道 好 加入频道会员的方法呢 进入老师的任何影片以内呢 然后呢 非iPhone手机安卓的话呢 点选订阅按钮旁的 加入两个字 那么按一下 然后点蓝色加入按钮再点一下 然后选择呢 继续再按一下 付款方式呢 选择使用呢 这个的支付方式呢 也就完成了 好 你们每个月只要付出一点小小的金额 支持海洋老师 就会帮你带来人生的康庄大道哦 好 如果你使用是iPhone 或者iPad的手机的话 或电脑的时候呢 请于浏览器进入YouTube 然后YouTube里后 订阅按钮加加入蓝字 然后再按蓝色加入的按钮 另外呢 点购买是用信用卡支付 这个频道呢 是专属会员 所以呢 也希望呢 我们所有的全球粉丝呢 继续支持海洋老师 这五年来 海洋老师呢 努力于YouTube的制作 我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团队的成员 也感谢所有的全球的粉丝 希望赶快哦 加入我们的行业 这个会员专区绝对带来 一百万倍 一千万倍的效益 所以呢 对个人是非常有优势的 你想学命理吗 不要忘记 在这个时候加入 是最明智之举 谢谢大家咯 请不吝点赞